第769节 仅是如此了 想要通过外力 让皇帝爷爷除软 那是做梦 我爹说过 一泰山容易 撼动陛下的心神难呢 李相烦躁的对云寿说 一口一个我爹 一口一个我爹的 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主意啊 云寿呵呵的笑着说 我爹的主意就是对的 我干嘛要去想一些错误的主意啊 李相你告诉我 是我们家在一起聪明 还是我爹一个人聪明 李相愣住了 吭斥了半天 才不得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嗯 嗯 那云伯伯聪明些 云寿哈哈一笑 拍了一下李相的后背说 嘿嘿你也知道啊 我爹的话呀 最好还是听定比较好 既然说了不许找外人 那就不要找了 李相摇摇头道 我心急如焚 等不了了 有什么后果 我担着就是了 见李相主意已定 云寿呢就不再多说话了 而是和李相说起 今年进书院的事情 他对书院充满了向往 但是李相却不太认同 他认为自己就该接受别样的教育 不管皇家的教育多么的尖色古怪 他都一门心思的想要完成自己的帝王学业 出了太子家 带着贺兰直接就回了玉山 他准备这段时间就留在玉山 外公家里了 不回云家 也不回京城 对外的说法就是 自己要随着外公学习上书 长安的气氛依然没有好转 张检兵败金刚山 四万唐军在损伤过半的情形下 不得不退守平壤 驻守在白石城的牛进达 携带大量物资 艰难的向高丽内地挺进 一路上叛民处处 道路损坏的情况极为严重 每日前行不超过三十里 云叶在西域取夺了大捷 在这样严酷的情形之下 再也无人提起 有郭孝克的前车之鉴 所有人对张检能够固守平壤 持悲观态度 十年七月 张亮的辽东水师 自郊岛袭破了长口镇 海军陆战队长驱直入 张亮亲自领兵 与新罗的大将鄂川率领的三万大军 交战于南普 在战事惨烈之时 有高丽野人突然抱起 撕咬鄂川的景象 吸润鲜血三生 在大军中生生的将新罗主将鲜血吸干 三万大军竟无一人胆敢阻拦 张亮趁势眼杀 溃敌三百里 后见高丽野人大惊 原来此子正是当年 自己被云野压解回高丽路上所见的痴人儿 随收为义子 名曰 吸血儿 新罗百计 不得不停止攻击张俭 转头追捕在平壤城外游击的张亮君 张亮率领五千海军 转战一十六日 所到之处血流成河 无奈 抵我之力甚为悬殊 不得不在此回到海上 寻找破敌良机 张俭得到喘息了机会 整个辽东战场 再一次陷入了僵持状态 房玄陵放下手里的战报 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没有想到 向来懦弱的张亮 这一次竟然会立下如此功勋 他不得不佩服皇帝的潜将之策 把身负血海神仇的张亮 安置在了辽东 确实是高瞻远瞩 刚刚松了一口气 就看到了常山王的奏折 整部奏折只有一首 肃贯 树见肃贯息 吉人鸾鸾息 劳心团团息 树见肃衣息 我心伤悲息 辽与子同归息 树见肃臂息 我心运结息 辽与子如依息 房玄陵心中一惊 翻开手印 上面写着一行大大的字 名曰 奇母书 见到这个名字 房玄陵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强忍着心头的震撼 将这一个手杂 放在了文书的最下面 想要着落这本奏章 这是他能为太子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什么是速观 这是一首谈论同情心的诗歌 侧隐之心 人皆有志 这是说 凡是正常人 都具有同情心 他是设身处在遭遇不幸人的境地 替他人着想 替他人担忧 分担他人的不幸 这是人之常情之一 同时呢 也是仁爱之心 博爱之心的体现 可是太子妃的悲剧 是谁造成的呢 正是当今皇帝 是他 全谋斗争之后的产物 就算是不对 那也不能说呀 事关侯军及谋反 谁敢掺和 不得不说 太子这几年呢 做的还是不错的 从不提起 也从不过问 自己每月的初一十五 会住宿到冷宫 陪伴前代子妃 也没有重新立太子妃的打算 就是向自己的父亲 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算是尽到了夫妻的职责 最近闻听太子妃有喜 这才是让太子妃重新返回东宫的契机 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 皇帝皇后无论如何 也不会再让太子妃留居冷宫了 这件事情就会无声无息的化解掉 那现在好了 常山王这一胡来 竟敢胆敢指责皇帝缺少同情心 一介妇人的生死 皇帝是不会在乎的 这样做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会将自己母亲置于危险的境地 自从举世公堂以来 无数的人已经在指责皇帝的浩大喜功 征战不绝 那才会有这样的祸事 为此皇帝已经着落了不下七位阎官了 这时候逆林一旦被触动 常山王的下场一定凄惨无比 固执的人一旦钻进了牛角尖就无药可救 鲁莽的常山王居然换上了白衣白冠 而跪倒在万民宫前为母亲求情 不论李燕荣如何的阻拦 依然是被他惊动了正在捕睡的皇帝 太子远远的在营州救济灾民 无论如何也来不及阻拦 房玄陵匆匆的跑到万民宫 看到眼前的一幕几乎昏厥过去 李相居然当着皇帝的面 大声的吟诵宿官 虽然恐惧的全身都在发抖 依然是倔强的 一字一句的念了下去 李二的脸上如同恶鬼般争吟 李二坚持着念完了这首诗歌 还没有说出自己的要求 就听皇帝冰冷的声音 念完了 你是在指责朕没有同情心 朕的孙子在指责朕没有同情心 李二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 谁教你如此成功的激起了朕的度火 李相抬头看到皇帝爷爷扭曲着面孔 呆滞的说 程先生教我的 程大雍 你的先生 李相 你要问记 为何不问明被人 为何偏偏要问一介俘儒 李二忽然就不生气了 声音呢也变得平缓了 李相的身子抖得像筛康 结结巴巴的说 孙儿 问过云寿 云寿说他爹早就说了 这事不能提 也不能说 最后会慢慢解决的 孙儿也问过内府的詹事 李一府 李一府说 为什么 现在要提这件事啊 没有必要 说到这里呢 李相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三分 狠狠的说 他们都看不起我 都是在敷衍我 我娘有了身孕 他不能再留在冷宫了 再这样下去 他会死掉的 只有程先生 肯帮我出主意 他说 只要我念了这首诗 一定能让您生起侧隐之心 黄祖父 求求您 饶了我娘吧 李二的脸色彻底变得平缓 走上前去 将李相扶起来 仔细的打量了一下 李相温言的说道 你继承了你父亲的和善和孝顺 却没有继承你父亲的智慧 也罢 良善孝顺 也是两种美德 不算错 你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来为你母亲求情 朕怎会不应允 来人 送苏氏出宫 立刻就有工人 奔向了冷宫 准备苏氏出宫的事宜 加封长山王李相伟横山王 表彰他的一片孝心 黄玄灵站在台阶下 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原以为皇家的传承 能够平安顺利的传承三代 现在全部化为泡影了 黄玄灵看着李相欢喜的谢过黄恩 就匆匆的去接自己的母亲 心中酸涩的无以复加 原以为大唐至少会有百年的平安 现在看来都成了泡影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 李相的举动不会影响到太子的地位 否则祸乱就在眼前 艰难的迈动了脚步 色声对皇帝请了个安 还想再说点别的 就看见李二冲他招手 就随着李二走进了万民宫 进了宫殿 君臣站在大殿里 谁都没有说话的心思 过了许久 李二惨笑一声 对房玄灵说 以前就听人说过 一个人不能太强势 否则会占尽子孙的灵气 朕以为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朕的身上 朕算得上雄才伪劣 成前也算得是得到了天地的钟爱 清靴更不畏缩了 李克李治的才智都是一时之选 就连李安李佑 以前非常混账的孩子 现在也变得处世得体 虽然不堪大用 但作为王爷 俯佑一方 还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你看看我的孙 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凡是聪明人 正确的意见 他没有听进去一见 反而认为是在敷衍他 把一个老朽的俯儒的话 当成好主意再听 并且决然逆然的实行了下去 这样的人 这样的智慧 如果真的成了帝王 那可怎么了得呀 李二说完就盘膝坐在地毯上 神情沮丧至极 庞玄灵也盘腿坐了下来 以下不必忧伤 恒山王的智慧确实不适宜 如果是别的宰相 断然不会说出这句话 但是今日这一幕铁一般的事实 告诉了微臣 庞山王确实不合适 陛下和微臣都想得太乐观了 原以为我大唐至少三代之内不会出现内乱 现在看起来 娇强之祸的危机依然存在呀 两个人互相说着自己颓废和失望 长孙面色苍白的端进了一壶茶 放在了他们君臣的中间 自己也跪坐了下来 他看得出来 帝国的君王和首相 真的已经在对李相心灰意懒了 为了避免两个人伤感 极力的试图把话往别的地方引 这是朕的错呀 原本就该把李相早早的送进玉山读书 而不是找一些宝学的儒生教诲他 圈在皇宫里 在他的脑子里建立了一座空中楼阁 不接地气不说 连灵智都被彻底的蒙蔽了 皇后将宫里的孩子 明日全部送进玉山 宫中不再聘请教习 以后皇子必须入玉山读书 各位永利吧 朕明日就向李刚先生认输赔罪 并且自认失败 能让一向刚强自负的皇帝 说出这样心灰意冷的话 房玄陵闭目不言 长孙暗自垂泪 李二哈哈干笑两声说道 世上的事情不如一辙 十之八九 我们策划过 准备过 向这个方向努力过 既然失败了 夫妇何言 放心 朕不会消沉的 我们打下了如此一个庞大的帝国 小小的一点波澜总会出现的 现在朕的将军正在外面浴血奋战 朕的臣民正在发奋图强 此为千万年未有之盛事 朕独步古今 就不相信到了垂暮之年 还不能解决大统的延续这个死结 皇后 玄陵 不必难过 举世公堂这种事情我们都应付下来了 并且正在取得胜利 这点小麻烦算不得什么 朕之所以难过 主要是皇家从未出现过这种波澜 一时有点不适应而已 打起精神来 这不算什么事 一连半个月 李相开心极了 自己的母亲回到了家里 东宫立刻就变得秩序井然 虽然母亲依然愁眉不展 有时候还会暗暗落泪 这也是欢喜所致 程大雍获得了李相的丰厚的赏赐 云寿也接到了李相一篇讥气十足的信件 通篇都是对所谓聪明人的挖苦 对云寿呢 李相还算是客气的 对于李义府 李相通过自己的权力 差点让李义府去养马 虽然听管家回报说 李义府一点都不担心 甚至做好了去养马的准备 李相还是不打算放过李义府 养马简直太便宜他了 他一封弹劾李义府的奏折 进了尚书省之后 却没有等到李义府被罢官的消息 那个家伙反而升了官 从七品的官身变成了正七品 正式主持那府的对外事宜 虽然失望了一点 李相还是想去看看云寿惭愧的样子 到了云家 发现云寿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给他 东西很多 衣食住行无不所包 阿寿你真是何苦啊 我们是兄弟 就算你料错了一件事 也不必如此愧疚 你要是实在觉得内疚 就送我点值钱的东西 这些东西算什么呀 云寿还是不说话 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张会票 认真的对李相说 这是我从小到大攒下的压岁钱 总共一百二十个金币 原本准备给燕蓉的 现在你比较需要 全部给你了 李相尴尬的说 我虽然穷了一些 还没到这个份上吧 云寿硬是把会票塞进了李相的怀里 不容他有半点的拒绝 带着封口的礼物回到了东宫 李相隐隐觉得事情不对头 云寿就是一个小气鬼啊 自己以前也问他借过钱 他总是俩金币俩金币的给自己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燕蓉已经有半个月 没有和自己说过一句话了 那张小脸绷得紧紧的 不但是他 整个东宫的气氛都变得非常紧张 终于李相在迷惑中迎接了自己的父亲 不但把自己的功绩 向父亲做了汇报 也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父亲 里程前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看着忐忑不安的儿子心痛如刀割 云也说过一句话 我又不是你老子 为什么要教你聪明 现在到了自己必须教会儿子聪明的时候了 他轻轻的拥抱了一下儿子 轻轻的对他说 都是父亲的错呀 才让你沦落到了如此的地步 你不忍心你自己的母亲受苦 冒险去求刑 这是大笑之举 爹爹非常的开心 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 是爹娘的福分 可是向儿啊 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实在是太大了 不该如此 绝对不该如此的呀 你云伯伯和李易甫说的一点都没错 知不知道孩子 你母亲有了身孕 其实就是爹爹救你母亲出来的法子呀 只要你的弟弟或者妹妹出事 你母亲也会安然无恙的出来 自从你母亲有了身孕之后 她在皇宫里并没有如你所想的那样 住在原来的那间简陋的房子里 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动手 儿室住在明秀阁 使唤的宫女有六个之多 宫里的御医每隔三天就会帮着母亲把一次卖 所以她在宫里代产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咱们大唐所有的臣民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愿望 就是希望皇家大统的继承 能够在三代内不出任何问题 这样一来 大唐至少会获得平稳的百年光阴 这非常难得呀 只要继承大统不要生乱 以我大唐的强大 没有人会是我们的对手 百姓自然就会安享百年的太平 现在没有了 就因为你鲁莽的举动没有百年了 在这件事情上 你充分的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软弱 甚至愚蠢 你听不尽云寿和李义甫的正确意见 反而行血 孤注一掷的去做这件事 如果你只是上奏折 还不大要紧 方向会帮你掩饰掉这件事 你的奏折必然不会被送到你皇祖父的手上 只会被捉落 最后送到炉子里烧掉 可是你不给自己留半点的退路 直接穿戴着白棺枯弓 还好你祖父发现 你只是单纯的想要救母亲 没有其他的意图 给你出这个主意的人 也恰好是程大雍 就将此事轻轻的接了过去 看在你连皇储的身份都丢掉了 可怜你的愚蠢 这才提前将你母亲放出来 并且封你做横山王作为补偿 孩子 你的皇储名分没了 为了你的母亲 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 frå过去 你看你回去了 你没有让声 对我听到你 我的愚蠢 我估议